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斯坦升级 高军杂速反弱攻入俄本土 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被炸身亡 运红冰炸弹 战果辉煌 克里米亚大爆炸 遭遇三冰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新闻自习生 我是凌云山 好了 现在开始来今天的节目 杂速反弱来了 而且是遍地开放 不单是扎俄军 而且是扎俄国记者 不单是窝纳领土使用 而且向俄罗斯领土发射 从最近两天的情况看 随着俄罗斯对奥德萨港民用致死的大规模攻击 户克兰人怀疑压释 对乘速炮弹的使用地点并不作限制 据俄卫星通讯社22号消息 俄罗斯西部别尔哥特舅舟长加拉德·科夫说 721号 呼吻炮兵使用软程火箭炮 向俄罗斯别尔哥特地区的 俞拉苗夫卡村开火 期间发射了三抹杂炮弹药 整把上千火小炸弹转入土里面 有些炸了 有些没炸 有可能三天后炸 也有可能三年后炸 看来俄罗斯村庄是没办法再住人了 同一天 俄国防部通过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通报 说7月22号当日 在扎巴罗尔州皮亚瑞哈特基串 用习速弹药发动炮击 造成俄一名记者身亡 原来7月22号 一群俄罗斯军事记者跟随一支俄罗斯增援部队 前往扎巴罗尔前线 在车队经过中心30公里处的 皮亚瑞哈特基串时 被乌云基发现 暴露在开阔地的俄军中队 随即被挖跑兵的远程火力覆盖 一阵死亡弹雨 好像阔风暴雨那样 挂过所有暴露的车辆和日圆 没错 这就是习速弹药 而且这种使用场景是最适合习速弹药发挥威力 打击敌人中心内运动的预备队 这支军部队中 随队的有不少记者 其中的乌生社军事记者 罗斯贵斯拉夫 朱大夫尿库被习速弹药的纸炸弹或素 被插成了个细 这个人是一名狂热的义士分子 他的主张是使用一切武器消灭乌军 乌克兰本来不应该存在 显然一语成侵 他被一切武器中的一种首先消灭了 为此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波利洋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美国提供的习速弹药 正在杀害俄罗斯人民 俄罗斯记者 乌克兰正在越过所有的道德界限 但有一个道理需要明白 不是谁提起道德的词 谁就有道德 原来整个乌克兰被打烂 是为了俄罗斯的正义事业 俄罗斯领土上下了几发炮弹 天然就想了 俄罗斯人是人民 乌克兰就不算人民了吗 乌战纵人了17个月 从战争爆发的那一刻起 4000万乌克兰人的生活被瞬间摧毁 即使这个事实 铁一般敢摆在那里 为了悲劇不再重演 为了自己不成为下一个战争中的留意 每个人都必须发问 这场战争是谁发起 是谁给他的权利 刚才我们报道的 这是俄罗斯官方首次证实的 瘟在这次战争中使用了习速炸弹 这些被炸死的记者属于官方吹鼓手 事实上 根据俄罗斯军事媒体的报道 被瘟习速炸弹炸死的 还不止很多 还有一个民间的俄罗斯著名军事博主 他在网上的名字叫做米沙克顿巴斯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 这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毕竟顿巴斯现在 正是全世界公認的乌克的领土 这位人兴在俄罗斯粉红界 是非常有名的 地位大概相当于张赵宗 加胡石俊 加金参榮 加加斯马南这样的角色 他长期以来 一直在网上评论俄乌战争 客观地说 军事素仰还是具备一定水平的 从2014年俄罗斯申并克里米亚 再到俄罗斯战争之前 班农的顿巴斯战争 直到现在 米沙·顿巴斯一直在网上介绍和评论战争 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在这次战争开始没多久 米沙·顿巴斯就以战者身份参加了俄军 他没有直接参与作战 而是在前线操作无人机 据他说 用无人机被俄军收集了不少情报 前日晚上 米沙·顿巴斯又在乌拉东部城市 马南卡附近的一个地方 被自己粉丝搞直播 但是慢慢想不到的是 就是这时候 乌拉第79空中突击的炮弹 从天而降 而且这个炮弹还不是普通炮弹 是乌拉刚收到的美国集粟炸弹 并且是第一次用在战场上 就是这一炮 有这么巧 正好就落在这位俄罗斯胡锡进的脑袋上 那现场真是惨不忍到 这位米沙·顿巴斯 在乌拉战争现场当场去世 享年35岁 港多罗斯文族主义者 最近还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另外一位在俄罗斯亦非常著名的 民族主义者吉尔金 前几天被俄罗斯当局抓了 关注俄罗斯共事的朋友都知道吉尔金 他还有名字叫斯特米科夫 而且他还不是普通的民族主义者 前面还要加上极端两个字 是一个切头切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又是同距离比 那位干备秒城沙的米沙·顿巴斯 最多算是业余选手 而吉尔金才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中的战机 等于说了 俄罗斯当面吞并克里米亚 之后又在顿巴斯搞独立 吉尔金是第一号攻神 据TIME事报报道 吉尔金亲口说过 没了他就没有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亦就没有今天的俄乌战争 他说的话还真不是车大炮 吉尔金最早就作为自愿军 参加过波斯尼亚冲突 之后他加入俄罗斯安全局 成为一名特工 在这个期间 他又参加了车实战争 可以说是身经八战 2013年 他离开了俄罗斯安全局 自己组织了一支队伍进入顿列之下 与当地的分离主义分子合作 并迅速成为最高军事首长 2014年 在他的策动下 顿巴斯的分离主义分子 川普独立 而吉尔金 就是独立后的顿巴斯共和国的 第一任国防部长 根据当家媒体的报道 2014年 吞并克里米亚 在顿巴斯的 马航MH17航班这些事件背后 都有吉尔金的影 可呀 那种法庭在2012年11月17号 决定审判吉尔金终身监禁 认为在战场上多次死女逃生 女兼其功 因此 吉尔金在俄罗斯有个外号 叫做战神 吉尔金后来回到俄罗斯 不再参与军事活动 但他仍然一直在网上对俄乌军事进行评论 他频道有九十几万分子 吉尔金虽然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但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 他的对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 一直进行着严厉的批评 战争开始几个月后 他就遇见俄军的打法 最终将涵入困境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 我们申乱战争申 在那个节目中对此 有个多次报道 之后 随着俄军在战场上越来越拉跨 吉尔金的批评 亦越来越尖銳 但禁于他在俄罗斯务白胜中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因此俄国当局亦拿他无办法 但最近他开始将兔族的爆头 直接对准了普京 说是个懦弱卑鄙的人 再下去会将俄国带入绝境 于是他终于也那时上身 周五 俄罗斯当局已在亡製网路上 开展极端主要活动的罪名 逮捕了吉尔金 而今充分说明 俄罗斯内部现在已经非常紧张 连吉尔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 都没有活动空间 作为乌拉战争的始在俄者 吉尔金恐怕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 而今没想到今天的可能还是普京本人 这场战争怎样收场 成了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 尤其是普厨师兵变之后 普大帝已经成功之了 毕竟苏联曾经的历史 让他们想起了那句话 没有 捕虑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英国军事处负责摩尔 近日被普京发送了一个严厉信息 他说 普京必须意识到 俄罗斯政局出现了一大问题 这是一件相当无面的事情 他必须达成一个交易 来保存自己 那就是从乌克拉撤军 方向乌克拉撤军 巴默特方向 南翼的踢穿大约还有三分之人 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 目前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之所以苦苦坚持 是因为有严格的禁止撤退令 一旦撤退 就会遭到独战队的射杀 城区方向乌克拉撤军 此外俄罗斯部队部分 被赶出塞维尼总部以北的中夕员 意味着乌克拉撤军已经位于北侧以及西边的郊区 乌克拉撤军现在正在控制巴默特的进攻节奏 他们看起来不至急着进攻巴默特市区 似乎想将城区的俄罗斯部队困住 不让他们放出来 以吸引更多的俄罗斯振援部队围点打援 因此看起来乌军前的速度比较缓慢 但俄军近期多支振援部队被打残 每日的死伤甚至待遇此前的进攻时期 第十三地特级女 第八营A到外斯舒荣花营的士兵们 正在日以继夜地殲滅入侵者 扎到热前线 昨天 俄罗斯普利尤特列的西北地区发起反应 亦够遭遇跪 反而被乌军势推进 总体来看 乌军近期的反攻进展非常缓慢 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要结出了 昨天 乌军总统扎尼斯基表示 乌军的进攻势塔增强 他们已经穿过一些没有地雷的地方 并清理那里的地区 下一步将获取领土收益 同时 他再次呼吁民国提供更多远程导弹 和先进战机 而最新的消息是 F-16战机可能在年底到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局务官苏利文 21号在阿斯本安全论坛表示 尽管军失去了众多部队 但仍有数量可攻的预备战力 盘斗乌军队反攻的结果 终为时尚早 因为存在着乌军人要解决的多层防线 雷区和其他障碍 但事实 乌军有着大量的战力 还没有投入战斗 插族方向 乌军挑衅在左岸桥头堡 阵地布满了部队 并在河有岸集击和移动更大的编队 看起来 很快会有大动作 昨日 乌军的油荡弹药 击中奥利沈击西南方向 俄罗斯部队一个特种作战小组 这显示 乌军在这个方向的滲透 已经开始深入了 再来看看俄罗斯人的进攻 俄军对克拉斯诺霍尼夫加尔林 的煤抗的集击惨遭失败 目前 乌军第79空中突的女 正在清除俄罗斯的残余存在 俄罗斯正在这里痛苦熟悉了习速打药 克里姆纳方向 俄乌两军正在南部收入 展开激战和炮兵对军 俄罗斯军队此处在迪布鲁阿尔南推进 但遭到重炮集击后撤退 此外 乌军已经稳定了托尔克附近的局势 中心方向 昨日 克里姆遭遇了三连击 湖军可能使用新的风暴阴影 黑海南队弹若复 Tiro列接点 以及黑海南队的一个机场遭遇重创 当局再次关闭了黑赤大桥 亦停止了火车运输 可以在门里托巴尔的公路上 再次迫门了想回俄罗斯的车轮 湖南南部作战司令部23号说 俄军于当地时间22号至23号0时使用导弹 对奥德萨州发动袭击 促成多地多个哲司受损 其中还包括当地著名的世界文化遺产之一的 主显性欲东正教戴加特被严重损委 奥德萨守护神 上帝之母卡斯佩洛夫斯卡圣像 亦被掩埋在废墟之下 对此 烏拉总统赈尼斯基 亚森在Tiroletland上说 導弹针对和平城市 驻赚留同戴加特 俄罗斯的恶行不会任何借口 这种恶行将一如既往失败 俄罗斯恐怖分子肯定会因习惊奥德萨遭到报复 他们会尝到这种报复的滋味 也许以上所有一切都是乱人的报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你支持 看到最后 最后再请你点赞、留言、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